第五十四集, 很有趣, 我們叫做Unpub 今天講的主題, 跟Gadgets, 科技, 電腦, 數碼, 手機完全無關 純粹是玩具 純粹是自己喜歡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模型的新聞, 都知道今天很熱鬧, 因為有幾盒模型都是今早到香港 其中就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講的主題, 就是EVA 先拿出來, 看看多大盒 其實之前沒有來, 這個是RG的版本 其實之前已經推出了一個普通版的, 今次推出的就是DX版 DX版其實多些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清楚這個圖, 它就是有一個喜樂架 就是多了一個喜樂架 但是很多人之前已經買了沒有喜樂架的版本, 所以已經吵到拆天了 這個就是, 我想RG是否之前都有推出過RG, 還是今天是第一次 RG是之前推出過, 就是初號機 沒有假的 其實今天就推出這個DX版, 多了一個喜樂架 其實兩個版本, 我看到今天剛剛在模型店 普通版和DX版都有賣的 價錢應該相差大約$100 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就是四百多, 四百頭, 不過四百五 當然不同店鋪可能有些落差, 所以我就不確定說 普通版, 即沒有座的那個就是大約$350 差不多 相差大約是約$100 這個RG和我們本來, 可能過往我們砌開是高達的RG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RG呢, 其實就 如果相比高達, 有一個挺有趣的位置, 就是它沒有比例 是的, 所以暫時我也不知道, 即是砌了出來, 究竟有多高 如果當年, 當年有一隻是叫做PG版的 因為我自己也不想砌過 PG版的砌起來大概是這麼高的 是的, 那時候它最巧妙的是 PG版, 現在是RG PG版有一個骨架, 骨架之外, 還有一件緊身衣要穿的 但是當年, 每個人都覺得那件緊身衣是很難穿的 很難穿的 但是今次RG版沒有緊身衣服給你, 那就好一點 因為當年緊身衣服, 我們要怎樣呢 有人就很誇張, 要塗花時令 等著, 要塗塗塗塗的衣服 我自己是用爽身粉的 就好像染炸粉一樣 整個骨架一染, 把爽身衣放進衣服 是的, 一開開給大家看 因為都是剛剛拿回來的 所以我們都未開完裡面的包裝 你剛才說的緊身衣服應該就沒有出現在這個 RG版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看Bandai官方發佈的一些相片 或者是他有一條影片的介紹 其實這個RG的特別的位置 其實它是有內骨架的設計 譬如他的大腿 或者是手腕 以至手臂的位置 都會有內框架 所以你活動的時候 不只是兩個膠位去動 而是他好像一個肌肉一樣 是有一個連動性 這次就比較特別在這個地方 而本身這個組件就是 起落架的 多了幾件起落架件 都是多了一個起落架件 起落架的部件的數量 不算多的 兩三包 對 三包就是這個起落架的 其他的都是初號機本身的部件 對 例如他頭的角的位置 他另外是做了設備配件 有個成色的 可能會比較好 等一下再看看 對 有個是轉轉去 我們轉轉去CAM2 麻煩你 我們轉轉去CAM2 對 對 大家閉嘴看看 這個就是頭部的組件 對 他就是用了一個角位 這個角位 你會看到有一個角 角是做了一個成色的 不需要你自己貼貼紙 其實做得很精緻 很漂亮 之前我們都說 其實Bandai 真的更習慣了很多人 因為我們以前 或是其他廠商出的模型 未必是一件件 會有這麼多色成型 很少的 但Bandai 做了這個技術之後 真的更習慣了 譬如我們買其他牌子 例如瘦屋或長谷村 你看到它是 可能是一件 一個顏色 你自己慢慢游的時候 就會很貨棍 這個多色成型的組件 只有一件 最主要都是這幾個角 比較難處理的多色成型 頸位 手臂的位置 像是手臂的位置 都做得很漂亮 不過我真的最欣賞是這個角 因為平時 它沒有這樣做到 你貼貼紙 這支角度 我相信 架得很厲害 柔才慘 你用筆 慢慢的 現在就很漂亮 不過剪件 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支角度 真的很幼 要小心用剪鉗 還有一條電線 還有一條電線 給你 這支角度 還有一條電線 給你 EVA那條 看到嗎 這條管 有一條管 那條管 很可愛 裡面是有銅線的 是啊 其實它根本是一條電線 它真的是一條電線 當然是單芯 單芯電線 看看有沒有辦法 若不是開出來 若不是 不太能看到 我只能看到 它是單芯電線 看到嗎 這個位置 它不是膠管 膠管裡面是銅芯的 以前來說 是一條空芯的管 那時候 PC版也是一條空芯的管 現在是一條銅線 給你 像真一點 我們看看說明書 不如 最重要的是說明書 貼紙就大件事 現在說貼紙 大家都知道 玩RG 玩RG 最嚴重的是貼紙 這次的貼紙 一樣是 是考大家 功力 基本上是用大頭針 對 號碼牌比貼紙更大 所以 已經習慣了 玩RG 之前我們玩高達 都是很兩難 例如 你砌完一隻模型 你要擺 擺MG 你又 擺不到多少隻 搖擺MG 用HG 去組裝模型 很簡單 很 HG 做出來的雕工 例如有些 animal 所以我自己就有習慣買RG 但RG真的砌到眼睛 我第一次砌RG只是砌了三個小時 比較特別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版本才有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版本不知道MG有沒有 PG有沒有 我不肯定 PG一定沒有 RG普通版本我都不肯定是否沒有 大家記不記得是什麼 AT力場 沒錯 攻擊力低過五線是打不進的 一個AT力場的 做得不錯 它有些Laser的反光位 這個真的很漂亮 砌後打讀先拍照應該是 額外融 提出說明書 這本的說明書都有十分精美 其實RG的說明書 最多都相當精細 讓大家砌豬脂 這是有顏色的 有顏色的 其實是彩色的 有些彩色的相片 很仔細,不像普通高達 大概的形狀就算是有陰影位 很誇張 他現在用3D模特兒來製作 對,但一刻了紅色的位置 其實你容易看很多 仔細很多 例如之前的高達模型 如果他沒有刻顏色 有時我們看方向 不是很容易看的 因為他的圖片很精細 很精細得來 反而有時我們看 左右件或者上下方向 有時摸得不太容易看得清楚 例如這些細部位 標了紅色的位置 你會比較容易看到方向 究竟哪些要注意 例如一些凸凸凸凸凸的位置 對,我再揭揭模型 可動確認才是誇張 對,這是胸口的裝甲可以移動 真是瘋狂 沒有想過 我覺得他可能比當年PG更加仔細 我們看一看 對,這套EVA 不要說時間線 這套EVA令我很傷心 從年輕到大 隨時有小孩 抱書 不知道是否大了 這套EVA 這套EVA 大概是十幾年 PG不止 很久 這套EVA 例如這個腳 有肌肉的設計 所以你一直在套腳 高達你便有內骨架 其實RG的EVA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 他做到一個類似肌肉的紋理 不過我又覺得 他之前MG 或者PG 他有很多橡膠的位置 他這次在RG便沒有 全部是用硬的塑膠 去做肌肉的活動 難度其實高了 因為你要用硬的塑膠 去做肌肉紋理 是難很多的 但你看他官方發佈的圖片 其實都幾遲 尤其是一些坐跑起跑的動作 其實他會做到出來 坐跑的時候 大腿的肌肉感 是幾強的 其實如果這樣摸 當然我不能夠肯定 這是軟膠 這是APS軟膠 這是類似肌肉感的 類似肌肉紋理的膠 其實是相對軟的膠 是APS膠 所以出來的質感應該不差 但APS膠的問題是 如果你上色的時候 有時它會不會太適合 對 一定要用油性油 不過這些多數是藏在裡面 應該就不用怎樣上色 上線 要不然就會縮起來 但你一定要用油性的油 才可以上得好 你用水性的油 你以為可以錯了都容易攪拌的話 如果想水性油便會上色 這個完成圖 我們還沒看 你看看你的腳的咬的幅度是非常大 它的大腿的連動 幅度是相當高的 差不多 未到180度 都160度左右 之前RG的高達也沒有這麼大的活動幅度 真的很誇張 G40可能可以 只有G40的造型 對不起 小弟也接受不了 接下來好像有新的G40 接下來是鋼寶拉G40 今年6月推出 那一隻 我覺得完全是Bandai工程師為了上訴而出 那一隻 那一隻才說 一路說 腳的肌肉感 真的做得不錯 大腿的線條來說真的很有肌肉感 對 很有肌肉感 對 很有肌肉感 對 剛才提到的 原來 他做的造型就是 用一手畫 畫開 畫開 ATFU的場面 對 初初以為 就在想 為何會有一個洞 這個就是他那支 控制槽 很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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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懶人 就是一件件 一件件 一件件 搞定 多年就是一件 現在應該也是一件 是他 能不能組裝 我正在找一件件 你說 這裏過了 看看 看看 應該是組裝新的時候 這個是頭 頭 這個頭 這個頭 新應該就是這個位置 在哪裏 這麼早組裝 我是找不到它有白色的東西 除了這一包之外 沒有 回到第一頁 那裏 哪裏 這個回到第一頁 剛才這個頁 中間 中間 這裏 右邊 中間 B1 B1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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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裏 這裏 這裏 應該是一條 但我找不到一件件 不會漏 那裏 不會漏 那裏 有時這些 可能很 放在最後 最後才讓你 再裏 看一看 當是配件 當是武器 那些組裝 分分鐘 這裏 這裏 應該是未去到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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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最後的 好 所有觀眾 看著我們 在這裏 記錄 對 沒錯 宣傳圖 是有條 李帶 這裏 大家看看 當然 你拼了出來 當然不會有條 李帶 只是一個阻礙你 我喜歡找到 那件件 Hentry Park Hentry Park Hentry Park 我都說 就這樣一件剪出來 就算 貼紙 然後 大家就很陰工地找 你看 然後你就很陰工地 找貼紙 好可憐 買些微鉗 想起也很痛 所以RG很多時候買了 買10盒 可能只是砌一盒 我現在買一隻EZ-GODAD 都還未敢砌 EZ-GODAD也是經典 挑戰難度的經典 斷腰 很害怕 買兩隻EZ-GODAD 買一隻就砌飛機型態 一隻就機械型態 一隻就機械型態 就不動了 不要用來變 斷腰 我真的要買多一盒 不變得 EZ-GODAD EVA說完 今天有Win Morphine 6月是會出之後 電子炮 是嗎 大件事 不要拍桌子 有咪聲 當然 都要儲勢 因為劇場版上 應該會出現 接下來還有一大堆 關於EVA的模型玩具 會陸續出現 你出現初號機 當然是零號機 跟著來 你不可能沒有來波麗 不是 你出來波麗 RG 不是 今天有一個 一件事 剛才也說了 有很多模型 出了 模型譜 都相當忙 好了 這隻 雖然我一直說 不買HG 剛才也說 為什麼 要破戒 買HG 來供奉 試完 就是因為G40 看完G40 實在 真的 撐不住 我要買一隻正常的高達 去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 這隻 這隻 就是 GUNDAM ORIGINAL的 RV782 其實 我也有 懷疑 其實RV782 即Origin 的版本 應該是 我記得之前出過的 其實 是不是之前有沒有 其實我也一直在找 Google 我不知道 大家 如果觀眾有知道 都會告訴我們 這隻高達 RV782 出過了 MG 我已經出過了 但HG 出過了 我記得好像是出過了 因為很多角色 沒理由沒有出過 因為這隻是主角機 他和紅車 應該一起出的 沒理由沒有 今天再出的 什麼特別版呢 理論上 多了一個手臂 原因是 因為他會有一個 叫做 我給大家看看 旁邊 這個宣稱 就是可以 對 他可以有前期版 和中期版 即是 那個駁位 和手臂位 是有少許不同的 你可以換的 另外 武器來說 都會 多了 我記得 應該是多了 肩膀之炮 肩膀之炮 肩膀之炮有 肩膀之炮有 因為我沒有買之前的版本 所以不知道 肩膀之炮一定是有那支炮 反而就是 是不是多了一支火箭5炮 兩支YFO前期版 短的槍 短的槍 有兩支槍 一支 一支 前期版是這一支 你見那支槍的造型 是比較粗 高粗一點的那支 就是前期版的槍 現在大家 在鏡頭 看到這一支 可能有少許反光 給大家看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前期版的槍 好了 旁邊這一支 較瘦 這支 就是中期版的槍 兩支槍 如果再看 那支盤 它就 清楚一點 現在這支 這支圖 屬於前期形的 槍 是這樣的 嗯 好像一些實驗品 然後它就有一個中期型 不過因為 拍攝角度問題 可能未必覺得 中期型的槍 與前期有些什麼 可能有槍嘴不同了 對 應該槍嘴不同了 看它的槍嘴 槍嘴不同了 以及彈盒 都大了 這張圖 你會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武器那張圖 這張圖 就有 兩支槍 一支火箭炮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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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 它的機設是比較合乎現實的 沒有了 沒有了 另外 這一支 沒有核戰機 如果你看回它 那個機設 其實RV-782 沒有核戰機 只有一個逃生艙 所以這個組裝出來 G-40是有核戰機的 G-40有核戰機 遠遠地 是直接拋在背部 這個是沒有核戰機 你看到腰部 就是這樣扭上去 這個就是HG 很多時候我們砌HG 那些細節位置 其實簡單很多 外觀上是一流的 外觀的雕刻 就很不錯 尤其是如果你願意試著滲滲線 其實就 真的跟RG 就不是很大分別 但是你說砌精細度 和內骨架 就有些距離 當然價錢也有些距離 這個就 不是 鋼布拉 40周年的版本 因為如果鋼布拉 40周年的HG 是六月才出的 那是完全是原造高達的樣子 還有那一款是玩工業的關節 真的用一個跟現在模型的關節的設計 是完全不同的關節設計 它會像當年動畫時的關節 可以有些比較誇張的活動幅度 但為何都忍不住買這款呢 這款比較上我覺得是英俊的 英俊比G40和原造高達 但其實大家手樓上曾經砌過R7 18 究竟有多少款呢 多到不知道 我想由第一代 我記得我小時候買原造 那時候我讀小學 那時候已經是偽砌 真的是第一代原造 我記得那時候是剛剛 一比一四四 有一些是沒有分Gray的 應該沒有Gray 那時候是一比一四四 但是沒有Gray 還有那裏是單色的 你買一隻高達回來 就是純白色的 白色藍色的 沒有 藍色也沒有 是純白的 是嗎? 那隻手臂的位置 是要貼膠水 貼在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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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的膠水 就會要求你貼在圓形 貼在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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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多了膠水 那整個關節位 便會打死 這樣便不能動 所以那時候是很難搞的 而且你扭到兩扭 便會掉 因為那時候 那個關節位置 沒有伸進身裏 其實就是外圍 一個圈 一個膠水 所以那時候的設計 真的是一般 而且活動幅度沒有那麼大 那時候 絕對是 你最多都是這樣動 後期應該去到 八十年代初期 那時候腰都是一件 一件 全身是一件 就是前後兩件件 就是這樣 後期了 已經是後期了 對 中間階一刀 接近九十年代才有 最初是連那一刀都沒有 所以 都情義結 希望 都會買到六月那隻 我想那隻 那隻應該會多人買的 我相信那隻 大家可以見證一下 這四十年來 高達模型的技術 技術 演進 就是自動模型的技術 自動模型的技術 由人手雕舞和自動模型的技術 技術的分別 還有3D印刷 做版的功力 因為沒有了3D印刷 很多版是做不到那麼細節 所以那隻也會買的 很快的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說 都想買 模型砌 這兩隻多人買 還有之前那隻 鐵甲蟻人盒 都多人買 鐵甲蟻人盒 我又買了 但我其實最想買 是 黑色版那隻 巨靈神 但鐵甲蟻人盒 很快砌完 我看見那隻 兩個小時內 應該都拍完 其實我是砌了一隻 我砌了一隻朋友 然後還未動 你會說 今早 昨天公佈的鐵甲蟻人盒 三隻牛腦 是呀 有沒有圖 有沒有片 大家都知道 之前他們出張超手機神 有三盒 合一隻超手機神 剛剛也出了黑色版 接下來是有一隻鐵甲蟻人盒的頭像 應該半空像 大概是20cm高 要用三盒 去組裝胸像 三盒 三盒 它裏面是有些 比較細節的結構 我想粉絲來說 應該不會放過 走不掉 這陣子其實 模型都很吸禁 等你們在家裡 沒有工作的時候 一起模型 有人說 在上次的沙士期間 其實是一個生意人錯 因為沒有人出門 沒有人出門 沒有人出門 看到了 就是這隻 我想這陣子也是 不要說我們這些 我連那些SD Gundam 我看到很多無人寶 都推了很多SD Gundam 放在門口裡 你發覺嗎 給小朋友買 給小朋友砌 無論是百貨店 百貨店 我看到有間日式百貨店 最近都做無形賣 大量SD Gundam 三角 什麼 沒有轉 大量 無形賣也是大量 適合小朋友玩的 沒錯 這就是半空障 在陀魯可以看到 其實高熱火焰的位置 是半透明的 其實就像電影版的設計 你說抽了三隻雞蛋 才能拼合 拼合一隻雞蛋 只是朋友號一隻雞蛋 哈哈哈哈哈哈 還可以 這些你都不要予去抽 你一套出去買 總之上次那隻 很大件事 你真的不知道抽了多少隻 你都想到這隻雞蛋 所以現在問候那個應該是HG 我沒記錯 是 那個我只是砌了一個頭 就是砌了一隻朋友號 然後我就整個都不動 我原本今天 當然看到無言譜譜 有心無言下去 我打算去買了一隻Liu Gundam 到現在都找不到一隻Liu Gundam 有很多貨 我是想要那個特別版 是呀 有兩個 對呀 兩匹 兩匹 我元朗那邊 不過元朗只有一間 大家都知道那間 那裡有很多貨 重貨 如果住元朗屯門的朋友 可以去那裡看看 不用了 我叫你幫忙就行了 哈哈哈哈 我找了很多次都撞不到 撞不到 上個星期看到是普通版 我又放下沒有賣 我記得上個星期 就出了一隻一比六十的鐵甲萬磋盒 都回了貨 一比六十的鐵甲萬磋盒 應該砌出來 是這個盒子洞高 接近這個盒洞高 都大 一比六十的鐵甲萬磋盒 它裏面的結構 是好細節 之餘 頭位 以及高熱火焰的位置 是有燈的 可以 所以是很誇張的 好 分享到這裏 大家不想行山 免得跟別人逼 買模型砌一下 行山現在多人比旺哥 哈哈哈哈 也是 動靜嘉儀 如果下次有什麼新模型 大家又喜歡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即時開箱 最重要是大家喜歡 這些開箱很貴 我們要課金 要課金 不同手機可以借這些課金 課不到多少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多給點個讚 沒錯 睡房是很順暢的 買不到房子的 不是擺公司的 那些沒家沒室的不怕 哈哈哈哈 好啦 這樣吧 多謝 拜拜